那就是关于我们布局里面的最后面一块知识啊 最后面一块知识是关于这个 该关的属性的这个知识啊 那么学完这一块知识的话 大家应该是基本上 具有了这个什么呢 DLV加塞产式的一些布局的一些技巧了啊 可能就需要什么通过练习啊 那么后面的话 在这里有什么呢一些练习 大家在什么呢 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一下啊 这个练习啊 那么目前的话 大家已经具备了这个什么呢 可以实现这些练习的什么呢 能力了啊 可能就不够熟练啊 可能就不够熟练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学的是关于这个 白光的这个属性啊 白光的属性是干嘛呢 就是说我们最后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图片放到这个页面上 是吧 把图片放到页面上的话 除了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 Image标签放到图片上 放到页面上 是不是可以啊 Image标签 是不是可以把图片放到页面上啊 那么还有一种把图片放到页面上的方法是什么呢 通过background也可以放到页面上 是吧 其实白光的属性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属性 是用的一个什么属性呢 background color吧 是吧 设置这个背景色 是吧 那么实际上的话我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背景图片 是不是这样的啊 背景图片 那么图片按照背景的方式设置进去之后 它相当于是什么 作为一个背景吧 作为一个背景之后我们怎么样 可以在背景上面写字啊 或者是放其他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关于背景图的这个 这个设置的话 还是有很多啊 很有用的技巧的啊 什么技巧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背景图进行一些定位啊 是吧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啊 然后进行一些定位啊 然后的话 还牵涉到什么呢 关于背景图的一个什么呢 关于还有新概念 比如说雪碧图啊 一些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图的一些东西啊 还是这个知识点还是蛮多的啊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是如何放到这个页面上了 是吧 好 好 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新建预外处的文档啊 这个是 background啊 background的属性啊 好 background的属性的话 这个属性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样式属性啊 它可以拆分成什么呢 拆分成我们这些设置值 是不是这样子啊 拆分成设置值啊 这些设置值的话 也可以什么啊 合成一起写 是吧 合在一起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这里拿一个盒子吧 拿一个盒子啊 假如说拿一个box是吧 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 点box 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 这样一个盒子的话 那么它的什么呢 它 给它样式是吧 样式啊 样式的话 假如说它的什么呢 这个宽啊 这个点box 点box 它的宽 假如说是这个 呃400 400px是吧 好 高度假如说是200啊 200px啊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一个像素 给它一个边框吧 粗一点的边框啊 然后这是 呃 15px吧 solid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黑色是吧 好 然后的话 把这个盒子呢 进行一个什么 聚中是吧 marking 然后是 呃 50px啊 o2 然后是0 是吧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盒子 是吧 好 这样一个盒子吧 啊 这样一个盒子啊 好 这一个盒子的话 如果说我想在这个盒子里面放图片 是这样的 那么不行 我们没学background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 直接在里面插入图片吧 是吧 好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已经有了吧 是吧 假如说我把这个图片插入进来 怎么插入呢 直接在这里面什么呢 emerge吧 然后src等于imagics下面的什么呢 这个bg.jpg吧 是吧 然后ort等于什么呢 这个h5 h5 h5 就这么写吧 h5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插进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放到这里吧 虽然它自动的什么 往左上靠起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图片插进来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图片上面写字啊 写不了吧 比如说我在上面写字 我在上面接着写字 比如说这个是 html5 是吧 html5图片 是吧 好 好 这几个字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几个字如果我这里插入进去的时候 那看一下这几个字在哪里啊 肯定是挨在这后面写吧 是这样的啊 挨在这后面写啊 假如说我想把这几个字放到这个图片上面 好像做不到吧 定位是可以 是吧 大家学以致用 定位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把它定位到上面去 是不是可以啊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真的就想在这个图片上写字的话 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图片按照什么 背景图的方式放进来 是不是可以啊 背景图的方式放进来啊 好 背景图的方式放进来之后 那么我就这个图片就不这样插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就写背景嘛 是吧 好 写背景啊 那么就在样子里面写吧 样子里面写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 background 是吧 background 然后是写一个emerge 是不是可以啊 我刚才emerge啊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设置什么呢 背景图片吧 背景图片啊 假如背景图片的话 那么怎么写呢 URL 是吧 这是背景图的这个地址吧 URL啊 然后是这个是相对于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网页的地址啊 是imagine下面的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bg.jpg吧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什么呀呢 这个背景图是不是作为这个box的什么 它的背景呢 好 背景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怎么 好了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背景图是不是把这个盒子全部填充完了 是吧 默认是填充完了啊 那么这个 这几个文字是不是在这个图片的上面呢 在这个图片上面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背景图的它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设置方法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用bg.jpg来设置吧 这样的啊 把bg.jpg来设置啊 好 那么关于bg.jpg这个设置完之后 它默认的是什么样 用这个图片把它平铺完 是不是这样的啊 平铺完啊 好 那么平铺完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平铺呢 做一些控制 是这样的啊 我不让它这么平铺啊 好 不让它这么平铺的话 那么接着的话就是来 第二个属性就是关于这个 bg.jpg的repeat 这样一个属性 是吧 bg.jpg的repeat啊 bg.jpg的repeat的话 那么它有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设置值是吧 设置值啊 好 lowrepeat啊 好 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bg.jpg的repeat 这个是什么设置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属性啊 bg.jpg的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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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o o u g d repeat 这个的话就是设置这个图片平铺的时候 它的如何重复的啊 比如说有一个值是什么 repeat x 是吧 repeat x是什么呢 就是值重复x轴 有没有 是吧 只重复X轴 好 那么如果我这么设的话 看一下啊 这么设的话是怎么样呢 那么就是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是不是只重复X轴啊 只平步一行吧 只平步一行啊 repeat X 好 然后的话 接着来看一下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repeat Y吧 如果是repeat Y的话是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只重复这个重轴的方向嘛 来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是重复重轴的方向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比较好理解吧 repeat X repeat Y 好 这个地方看一下 有没有写 好 没写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写一下啊 好 比如说这个 好 比如说这个是repeat X repeat repeat-X 就是指平铺X轴啊 指平铺啊 平铺X轴 方向啊 好 那么repeat Y的话是什么 指平铺什么呢 Y轴方向是吧 指平铺Y轴方向啊 Y的话 指平铺Y轴方向啊 Y轴方向啊 好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呢 Low repeat啊 好 比如说还有一个Low repeat Low repea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平铺 就是指平铺一次啊 指平铺一次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如果是Low repeat的话 那么就是刷新一下 是不是指平铺一次啊 其他地方就是空的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是Low repeat啊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repeat repeat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确胜值啊 Low repeat的话就是指什么呢 指平铺一次啊 平铺一次啊 只平铺一次啊 然后还有一个repeat啊 repeat就是确胜值啊 就是平铺啊 就是平铺所有的啊 所有的 就是平铺所有的 好 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把它写成repeat 是吧 写成repeat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把它平铺完是吧 就是缺省值吧 缺省值啊 好 平铺所有的 这个是缺省值 平铺所有的 好 这个是他们 这个就是关于repeat的几个什么 设置项是吧 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只是说需要记一下是吧 就要记下来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repeat 接下来的话 那假如说我把这个 backgroundrepeat把它设置成lowrepeat 是吧 lowrepeat之后上怎么样 它是不是怎么呢 只平铺一次吧 看一下啊 只平铺一次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子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是lowrepeat之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这个background的第三个属性啊 background的position来设置它的什么呢 设置它的什么 图片的位置吧 如何平铺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 background的 然后是position啊 background的position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什么呢 假说是 这个的话 position就是指到我的图片 从什么地方开始铺啊 从什么地方开始铺呢 就是 那么过程的设置值的话 有什么呢 有方位值啊 比如说left top 然后是看一下啊 它里面有这个设置值啊 比如说这个background的position 看一下啊 left left right left right center啊 好 那么总共的话实际上有九种情况啊 哪九种情况呢 比如说我这个 它每次设置的是两个值 首先是设置的是水平的值 是吧 所以就讲说这个是left 就是左边是吧 水平的左边 然后的话 然后这是上下的 上下的话 比如说是left top 是不是可以啊 left top啊 left top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左边的上面 是这样的啊 左边的上面啊 左边的上面的话 那么这个默认的就是左边的上面吧 这个应该是不变的 是吧 左边的上面啊 如果说我把写成左边的中间 什么样子啊 left center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左边的中间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左边的中间啊 这个应该好理解吧 左边中间啊 如果是左边的什么呢 bottom是吧 左边的下边吧 左边的下边啊 左边的下边 是这样子的吧 好理解吧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左边 那么这个是中间的 比如说这个是center 是吧 第一个只记得是吧 第一个只记得是什么呢 是水平方向的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垂直方向的吧 垂直方向的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比如说center bottom 那么应该是什么呢 中间的下边是吧 中间的下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然后的话 如果是center center是什么 中间的 中间是吧 水平中间 垂直中间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就是正中间吧 好 这个好理解吧 好 那么只要是有九种方位 是吧 比如说上上 上中 向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左上 左中 左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右上 右中 右下 四十九 九种情况啊 这个好理解吧 九种情况啊 好 那么假如说是 假如说是右边的中间 那么什么写呢 就是什么呢 right center right center right center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就是right center 这个好写吧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方位词 是吧 方位词 垂直啊 那么的话 写一下啊 这个是 那么一个是水平方向啊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是什么呢 这个是left center 然后是什么呢 right吧 这水平方向啊 然后是垂直方向啊 垂直方向啊 垂直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top 然后是center 是吧 center 然后是bottom吧 bottom啊 好 这是这几个方位值是吧 就是关键字吧 用关键字来设置啊 好 关键字来设置啊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比较好理解啊 好 总共的话有三乘上就是九种组合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三乘上就是九种组合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position 除了什么呢 可以设置这个方位值之外 什么呢 还可以写数值 写具体的数值啊 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比较精确的来设置了啊 假如说我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这个啊 n轴方向我就写一个 10px 啊 然后的话 y轴方向我也写一个 10px 看一下这个是多少啊 好 10px和10px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左上角 是不是离上面有10啊 就这样子啊 假如说我把这个字不要吧 这个是不是10啊 10 看见没有 这个 实际上是 离左边是10 离上面是10 这么样子啊 10啊 好 假如说我再给多一点 假如说我给 这边给个 给个30啊 给个30的话 那么怎么样 再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30啊 这个也好理解吧 就是离左边30啊 离上面10 好 那么你说这个值 何必给负值啊 给负值啊 假如说我这个left 我给0 是不是可以啊 给个0 是不是贴着左边呢 贴着左边的 上面是10 贴着左边吧 好 我把left给负值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我拿一个负的20 什么效果 是不是过去的 是吧 过去的 大家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跑过去的 跑过去的 它也可以给负值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 background position 一个是怎么呢 可以用这个方位值和数值啊 一个是可以用方位值 一个是可以给数值啊 那么这个数值和方位值 实际上也可以组合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后面再说吧 后面碰到具体情况啊 那么的话 一般的话 怎么呢 我们是写方位值的时候啊 那么就写方位值 写数值的时候 就写数值啊 好 那么这就是关于 background position的 这个写法啊 好 还有最后一个什么呢 是关于 呃 background的什么呢 background的color吧 是吧 我们一直在用嘛 是吧 background的color啊 好 假如说我再设一下 background的color啊 好 如果设background的color的话 那么怎么呢 写在这里啊 background的color的话 那么怎么 假如说哪一个cyan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有图片的地方 有背景图的地方 就显示背景图 是吧 背景图没有平铺的地方 怎么样 就显示背景色吧 啊 就是它的这个原理啊 就是背景色和背景图 是可以同时设置的 是吧 如果背景图平铺的话 那么就显示不了背景色了 是吧 如果是 是吧 平铺啊 如果这个地方是repeat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是repeat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平铺啊 平铺啊 平铺的话 是不是显示不了背景色啊 是吧 如果是不平铺的话 那么就是 显示背景图的地方 显示背景图 没有背景图的地方 就显示什么 背景色 是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个应该是 不太不太 不太难理解啊 那么主要是这个 设置值太多了 是吧 这些东西是吧 就有一点什么呢 需要什么 花点时间把它消化掉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几个设置值的话 这几个东西什么样呢 它实际上是分开来写的啊 分开来写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什么样呢 把它合并一下 怎么合并呢 就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backer ground 就可以合并掉啊 合并掉这几个写法啊 没有没有啊 好 怎么合并呢 我们可以什么呢 按照一个顺序来写 那么这个顺序 后面这个顺序可以随便写的啊 可以打乱的 也不会出错啊 但是建议大家什么呢 按照同意的顺序来写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么写呢 先写这个什么呢 背景图啊 比如说background呢 先写一个url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imagics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bg-bg吧 然后的话 可以在里面写什么呢 写这个什么 呃 方位值啊 可以写方位值 比如说这个 这两个方位值吧 方位值可以写一下啊 比如说你写left 什么top 是不是可以写啊 这是方位值啊 是吧 方位值啊 然后的话也可以写 这个方位值是这个吧 那么也可以改成什么呢 这个 负的二十吧 这是用数值写方位值吧 也行啊 比如说这是十px 是这样的啊 十px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还可以写什么呢 在后面再写什么呢 是否重复吧 好 这个是什么 background的什么 emerge吧 这个是什么 background的position吧 好 后面再接着写 可以写什么呢 background的repeat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low repeat吧 low repeat啊 是不是可以啊 接到后面 把它放在后面就行了啊 属性之间用空格格开就行了啊 然后最后可以写什么呢 这个color吧 是吧 color啊 比如说是cyan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么一句的话 就可以把这四句全部 给它设置完是吧 假如说我把它注掉啊 注掉完之后 那么其实都一样 是吧 这个注一下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好 没问题啊 那么的话 这几个设置值 是不是都需要写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缺审啊 比如说我就写一个 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也可以这么写 这个的话 这其他值就没有了吧 是吧 也可以这么写啊 那么有时候还可以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就想设置一个背景色 我可以这么写 这么写也可以 明白没有 后面大家会碰到啊 就是这个background 它这个属性的话 还是比兼容性比较好的啊 你可以把它全写上 也可以怎么呢 写一部分都可以 明白没有 好 这么写完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 是吧 一样的吧 好 那么建议大家后面的话 用这种综合手信写吧 写的就比较快一点啊 好 就是首先是什么呢 图片地址吧 然后图 这个图片的什么 这个方位啊 怎么评布的 然后如何评布是吧 然后是背景色 这样的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背景图的这个设置的一些东西啊 好 那么的话 还有关于这个背景图的 还有一个属性是关于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的话 我们下次课再说吧 下这个再说啊 这个 这个属性是很少用的 就是 把背景图设置为什么 不动 设置为不动的话 怎么样呢 这个体验不是太好啊 一般我们不用这个东西啊 这个下这个再说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属性在实际应用中 是吧 我们会用在哪里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 比较形象的啊 已经比较形象的 就是 就是 显示这几个属性的 它的使用方法啊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用什么 简写的方式写的吧 看到没有 这个背景的直接写了什么 写了这个什么 图片地址吧 然后这个背景的 然后是颜色是吧 还没有 就说这几个设置值怎么样 它是可以颠倒的 是吧 比如说我把颜色值 写到前面也行 是这样的啊 这样也行 明白没有 那么建议大家的话 如果说你写的话 你就按照自己的风格 统一按照这种顺序写 明白没有 你不要今天这么这么个顺序 明天那个顺序 是吧 你自己也乱了吧 是吧 别人看你代码的时候 有自己也乱了 是吧 你按照你的风格 就统一按照这种顺序写就行了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例子啊 它都是什么呢 简写的吧 用概括来简写的啊 no repeat 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left center 是吧 好 这个例子应该相当说是比较好 嗯 比较好理解 只是说比较繁琐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也不是太经典的啊 就是讲了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定位啊 定位的这个例子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我一个小的这个盒子什么呢 用一个大的背景图做背景 然后的话 这个背景图是不是比这个盒子大啊 我现在是想把这朵花放在这个背景图上面 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效果实际上主要是考了什么呢 这个背景图定位啊 背景图定位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例子是怎么做的啊 好 这个例子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来做一下啊 好 那么是 012 这个是背景 背景图定位啊 背景图定位啊 好 背景图定位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啊 这个 背景图定位 好 背景图定位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首先是一个box吧 这个box啊 这个box啊 这个box的话 它的这个样式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宽100高100吧 好 这个点box啊 然后说它的这个样式宽是100px啊 好 高度也是什么呢 100px 是不是这样的啊 100px啊 好 那么的话 嗯 有这个有一个边框是吧 边框的话讲说给它一个 五个像素边框吧 border是吧 border的话然后是5px啊 实现然后给它一个黑色 是不是这样的啊 黑色啊 好 黑色的话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 把它聚中一下嘛是吧 好 margin啊 margin 然后说是 这个是 50px啊 o2 然后是0啊 好 这样的一个这个盒子是吧 这样一个盒子吧 这个盒子啊 好 现在的话我们要做 要给它拿了一个图片给它做它的背景啊 这个图片的话在这个行单课程资源里面有啊 图片资源这个images里面有一个 这个图片是吧 这个图片啊 好 这个图片我把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 然后拿到这里来 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images里面粘贴是吧 粘贴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它的背景是吧 好 是这样一个图吧 这样一个图是吧 这个图啊 这个图的话来作为这个盒子的背景是吧 好 那么的话怎么做呢 就是用background吧 是吧 好 background啊 我们用解写的方式来写 好吧 好 解写方式啊 好 background啊 是吧 gro und 然后是url吧 然后是这个地址是吧 地址是images里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location.bg吧 是吧 好 这是这个 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它的这个location.bg 它的名称是吧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么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我大概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有一点点效果吧 是这样的 那个花没有出来吧 为什么没出来啊 这个时候是显示的是这个图片的这个什么 这一块的这一块吧 这一块啊 大概是这一块是吧 是不是这一块的距离啊 这一块的啊 好 现在的话我想什么 显示这朵花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得把这个背景图进行移动啊 移动啊 移动啊 移动的话那么怎么做呢 那么啊 那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图片怎么样 这个图片应该是什么 往上移吧 往上移 然后是再往左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刚才我们是不是演示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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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演示过这个例子啊 演示过这个例子 刚才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把这个图片往左移的话是什么 是用的负值吧 负的是吧 负的二十吧 是吧 好 这个top十的话是往下移 如果往上移的话 这个值是不是也是得负值啊 好 那么的话负多少呢 这个时候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他的这个图里面已经提供了这个值啊 这个大概是往上移一个负一百五是吧 往左移一个负的什么呢 一百一 那么大概就会把这个花放到里面来 放到里面来啊 好 这里给大家一个技巧啊 给大家一个技巧 然后是 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技巧吧 好 这个 我们直接在后面写吧 然后说拿一个负的什么呢 负的一百一十px 是不是这样的啊 负一百一十px啊 好 那么还是把这个技巧演示一下吧啊 然后我先给他什么呢 给他一个给他一个十吧 给他一个十啊 好 这里给个十px啊 这里再给个十px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怎么样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这个背景图是怎么样 是不是什么 下来了啊 下来之后怎么这个地方有有这种效果啊 是有些什么 他平铺的吧 他用其他地方又平铺在上面去了 明白没有 把上面东西也平铺了 平铺的是哪里的东西呢 平铺的是下面这里的东西明白没有 就下面这东西平铺上去了 反正他要拼拼完把这个范围给他拼完 明白没有 拼完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不想这么拼完的话 我给他一个什么呢 low repeat 是不是就可以啊 给他一个low repeat 好 low repeat low repeat 是不是可以啊 low repeat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看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了吧 是吧 这个脚在这里上面是空白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个技巧啊 比如说我点一下 点检查是吧 点检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样式啊 有这个样式啊 我实际上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来调啊 那把调说我这个这个地方这个石吧 好 那么我把这个石啊 把这个石把它用手表双击把它点的可以编辑啊 点的可以编辑的时候啊 我按键盘的什么呢 上下键啊 要把它点的可以编辑才行啊 是吧 然后我按键盘的这个上下键是不是可以调到位置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啊 你看 是不是在移啊 在移啊 好 这是上面那朵花吧 好 这是上面那朵花啊 再移这个 然后再按键盘的上下键 是不是在动啊 是吧 这是里面的一个技巧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再移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精确的啊 是吧 好 按键盘的上下键啊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可以之后 然后我把这两个字记下来 一个是-103 一个是-151 是不是可以啊 -103 是吧 -103 啊 -151 是吧 -151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个时候再来 再回去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调的时候是我调的值 如果我刷新的话 它会 还会回到这个值 是吧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值调好了 明白没有 好 调好完之后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吧 那么就是-103 啊 那么一般我们调背景图的时候就这么调就行了 啊 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要点啊 点成可编辑的情况啊 才行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 好 我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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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